2014永远的星星 这节目可以变成一个 全家亲子可以一起观赏的节目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可以说是万岁 超过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个画面会出现在这次的 华氏特别节目里面 恭喜恭喜你 恭喜恭喜你 学生吃吃喝喝 跟朋友们再去唱唱玩玩 多少年前的老酒友 我们两个还家古龙 正式没有开尸 三平安可都下去了 看了节目之后 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他们流眼泪了 因为他们真的看到了许许多多 在他们年轻时代 然后可能每天晚上 可能在追逐的一些 连续剧的女主角或男主角 只有华氏特别尊重资深艺人 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心里很舒服 是 我开心的 就是我刚才见到王大哥 我眼泪都掉下来了 看见他 因为他是我老大哥 也等于我的前辈 祝福各位马上赚大钱 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上帝爱你们 我爱你们 都说录影的时候 反而变之前的 这是很奇妙的一个现象 对 我跟蓝姐 反而会是整个摄影棚里面 最年轻 最UKey的 所以呢 一边主持一边拿红包 就特别好 就这些长辈都应该 要给我们红包 所以你不要再期待 你讲第二次了 各位一个小疑问 每人都是一树花 为什么你一个人拿那么多树 因为很多人嫌拿花太麻烦 我就开始收 这个小名叫花筒 太好了 我还愿意 人员越好花的拿得越多 那不行 那我就没花了 大家看着我都会 哼 因为脸黑的 对对对 今年已经踏入第44个年度 那刚才因为有很多前辈在一起 像长东长爸爸 汪爵王叔 有跟他们在一块的时候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前辈 所以跟他们站在一块的时候 发现自己原来挺年轻的 是 很期待的年轻人的表演方式 我觉得也蛮棒的 是 虽然我那时候唱的 我爱月亮也 也还不错了 是 非常酷 是 不过 现在看新的人的表演也很棒 是 对对对 我是不是你未来有机会 把我爱月亮的 这个Rap 对 对对 我们让这个 所有的资深前辈 带给大家的演艺作品 是 所有的年轻人 我们想最高 干脆带我们一起 是 谢谢 那华士为我们拍的活动 让我们觉得都 非常的高兴 是 有感觉到受注视 还存在的感觉 是 希望华士 也感恩华士 给我们所有资深艺人 有这个机会相聚 现在在电视圈来讲 也比较少这种类型 可以照顾到 比较资深的一些观众群 没有什么人在 关心到照顾到 这些资深艺人 过去呢 他们的这个 为国家奉献 为观众奉献的这种岁月 然后呢 当他们下了舞台 失去了光环 然后呢 回到了一些平常的生活 然后事实上 已经 绝少人在问到 他们 这么辛苦的付出之后 他们剩下什么 而且回华士 回娘家特别感动 因为二十多年前 我就是在兰姐主持的节目里面 选秀出道的 所以现在能够跟兰姐 站在一起主持 真的是她的福气 我的福气 我的福气 那是我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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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托方姐的福啊 怎么扯到我呢 不知道 扯你比较好 那么我们只希望 像这样子 永远的新兴的节目 可以一直 一直不断地做下去 相信 华士一定会有这个新意 他们永远都会为了 我们的这些 资深的艺人朋友 或者是为了我们 年长的观众朋友 做最好的准备 但是不要忘记哦 因为常常大家都是 一面围炉 一面打麻将 一面看电视 那么老人家 或年纪大的朋友 看到了熟悉的画面的时候 小心 不要放炮咯 希望大家能够行大运 心想事成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一切顺心 大胆子 幸福到平安 一定要身体健康哦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要好好地把握 把身体调养好 赚钱其实是其次 不过呢 全家要平安 要住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三二一 恭喜呀恭喜 恭喜 恭喜 恭喜你呀 恭喜恭喜你呀 恭喜恭喜 恭喜你 谢谢